大家好,我是群,我叫Ken 今天要教各位的是標籤的部分 那標籤其實就是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個標籤 那標籤可以做的就是 標記跟跳到那個標籤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事件裡面的話 有跳轉到標籤跟標籤 這兩個選項可以選擇 那我在這邊就做了兩個 簡單的標籤好了 那名字是你自己訂的 那我這邊就...好吧,來AAA好了 然後再設一個標籤 就叫做BBB 那再來我要做的是 我希望做一個選擇 然後之後看 我是要跳到哪一個標籤的位置 那我希望我按取消的時候 它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放個取消 那在取消這邊的話 因為我不希望它執行下面的事情 所以我要做 退出劇情處理的部分 不然當你按取消之後 它還是會執行下面的劇情 那當我按AAA的時候 我希望它執行 跳到這個標籤 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就按跳轉到標籤 那標籤的名稱記得要一樣 那所以它就會跳轉到標籤 也就是這個標籤的部分 那再來是在BBB的部分的話 就是跳轉到這個BBB的標籤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的標籤之後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我現在就加一些東西進來 那簡單的就 來一段文字好了 那就... This is AAA 好了 因為我懶得做中英文的切換 所以... 就這樣快速的打一下英文好了 This is BBB 好 那所以當我們 和這個事件做對話的時候 它首先會做一個選擇的部分 那如果選擇這個AAA的話 它就會跳到這個標籤AAA 如果選擇BBB的話 它就會跳到這個標籤BBB的部分 那當我按取消的時候就會退出劇情 那這邊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是 如果你選擇跳到標籤AAA的話 它會跳到這邊來 那... 它還會在執行完這個 標籤裡面的內容以後 它會繼續往下執行 因為當它沒有跳轉到標籤這個... 這個事件的時候 它遇到標籤的時候 就是會無視它 那就是會直接 往下繼續做其他的事情 也就是 你如果選擇AAA 它會跳到這邊之後 它做完這個 它會無視這個標籤 然後再做下面這個 所以為了要預防 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我們就是放入 退出劇情處理的部分 那... 雖然最後這邊不需要 但是... 為了好看一點 我還是放一下好了 那... 所以... 當我們等一下 和它做對話之後 那... 它就會除以 按AAA的時候 就會說 This is AAA 那... 當我按BBB的時候 它就會說 This is BBB 好... 那... 一樣... 就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可以直接在這裡面放 這個... This is AAA 然後直接在這裡面放 This is BBB 不是就好了嗎? 對... 就是跟之前說一樣 就是... 同樣的功能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 來達到 那就看 怎麼做 對你當時的事件來說 比較方便 或者是... 你忘記的話 你也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可以處理 那... 這就是關於... 標籤還有... 跳轉到標籤的部分 那... 這就是今天的教學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按讚或是訂閱 謝謝大家